一、二、三、二 通常上過大聯盟 基本上球都不會給你菜單 像以前小聯盟會給你本 就是以前就照著做之類的 那我一直以來都是由自己的 私人訓練師的教練 還有我的私人顧問 那我們會去思考說 什麼樣的運動可以幫助我 在棒球場上可以進步 去年想要見到是因為 其實我自己也蠻喜歡那種 武士那種看戰爭片這樣 私人的故事有講到 那我們去練個劍道 因為劍道有很多砍劈的動作 然後側劈 移動腳步 還有修養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或者在棒球場也有幫助 因為砍劈的動作其實會用到很多 基本上會用全身的力量 核心啊 呼吸啊 甩手啊 擴背啊 整個背肌 整個手的放鬆程度 劍道不是用力劈下去就好 他有很多很多很 你基本上不會發現的技巧 第一次去打就覺得很簡單 結果打下去就發現 喔 非常難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運動 而且他腳步啊 還有他的呼吸 還有他每個環節的禮貌 跟他的尊重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去學習 這平板上也會訓練到頭腦 見到 這是勁嘛 你在棒球場上就是要勁啊 你如果太過於衝動的話 其實基本上 其實在球場上的表現會 你會沉不下的信賴 你會進不下的信賴 你會去思考 那就是 劍道就是一個非常有耐心 跟非常有他的態度 跟他的尊重在裡面 今年的話 為什麼會選擇皮拉提斯 其實是因為 其實皮拉提斯 我們從我跟我的 詩人過問 以前就有在講說 我們要去做這個 可是一直沒有一個 好的開始 可是今年會有一個好的開始 原因是因為今年有打12強 那我想到皮拉提斯 我想到瑜伽 那瑜伽其實有很大的幫助就是 recovery 就是恢復 那 我又藉著皮拉提斯 其實皮拉提斯跟瑜伽其實不一樣 皮拉提斯有機器 還有一些是有器材性的 他不是只是在地上做 或者是怎樣 因為瑜伽也有器材 可是皮拉提斯的器材比較 比較多 對 也有一些懸吊啊 也有一些 一些機器花 基本上它重量是不會看到的東西 對啊 然後就去做它 然後其實它有關很多核心啊 腰部的旋轉啊 Range motion啊 腳的延展度啊 還有包括讓肌肉恢復的東西 因為去拉長去伸展肌肉 然後去把自己的角度變大 的情況下 其實在頭上是會有很多幫助 現在非常流行這樣是可以延伸 你的延展的越長 其實頭球的威力會更大 然後你的角度越大的話 你再去把力量加上去 當你把角度做出來 你再把爆發力跟力量激勵加上去 基本上你在 也有更大的空間去發揮你更多的力量 就潛能是這樣一步一步的開發起來 而不是只是盲目的練習 那你問我說我會選擇不同的訓練方式 是因為 從小到大都是一直在棒球訓練 棒球訓練 棒球訓練 永遠都是在棒球訓練 可是為什麼不去藉著有一些不同的訓練 才去幫助我在棒球場上的一些表現呢 比如說田徑 像我以前做過田徑 那我們會去找這些最原始的方法 然後去讓自己 增進自己的身體條件這樣 那像我是喜歡就是 嘗試一下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做一件事情太久的話 我會有點膩 就是比如說棒球訓練 做重量 你每天就做重量 丟棒球 做重量丟棒球 就是一直不斷的無限的循環 會覺得有點膩 那我不去殺身上跑跑步 我不去游個泳 去衝衝浪 我就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像跳高 跨籃 丟標槍 打太極拳 像是今年的皮拉提斯 就做一些很不一樣的多元化的訓練 讓自己有達到一個均衡的發展這樣 下一個我還不知道 因為這是基本上是在球技中後的時候 會跟 是我的顧問討論的事情 對 也有可能會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但也有可能不會 或者是繼續contain you 一樣的東西 但 我相信還是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 會去做啦 但這可能會變成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 因為 東西就是這樣 就這麼多 你能做多少 也不是說每一樣東西 都對我有幫助 這樣 就是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只是在 重量體能訓練 重量體能棒球 重量體能棒球 就是永遠都在一樣的東西 會讓我覺得有點 故障乏味 但訓練確實是有點故障乏味啦 但這就是 培養你的耐心 你去做不一樣的東西 會是 幫助你去很發展的一個 很不錯的 啟發 就是 Exploration之類的 包裝 我們